所以道德对现在来讲 变成最最重要的 偏偏我们是最富士他 我们认为道德不能计量 道德怎么可以拿来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呢 那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呢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还有 超新的成绩限度主张不要了 那天下大乱 我都要问各位什么叫道德 道就是宇宙的总根源 我们一切一切都是从道生出来的 你按照道去走就叫道德 你没有按照道去走就叫私德 私德就是不道德就这么简单 跟现在我们所了解的不太一样 宇宙有一个自然力 自然力里面最要紧的三点 第一点叫做自作自受 第一点就叫自作自受 各位你想想看 你所作所为后果都是你一个人承受 别人替不了你 你说正合不是替人家带过吗 没有用 最后大家都知道 哪件事情不知道 没有人不知道的 对不对 你看朱元璋长得很难看 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 就要找人来画像 各位 如果你是画像的人 你看到朱元璋你吓一跳 你怎么画 你怎么画吧 所以第一个他是有艺术良心的人 他就照画 照画我管你呢 然后一沉上去 朱元璋长只讲一句话语 我又那么丑吗 突出你斩 就斩了 他就斩掉了 再传第二个 第二个卡丁皮皮刺的 他一想这怎么画 怎么画吗 他一想前面那个人被斩 那我就把他画美一点 画漂亮一点 一沉上去 我长得那么好看吗 突出你斩 他就斩了嘛 这就叫人生嘛 不但什么叫人生 那谁叫你平常不多听课呢 第三个人他就知道了 画得像也不对 画得不像也不对 然后他就走一条路 又很像又不像 说丑又很美 说美又很丑 朱元璋看了又只讲一句话 这还差不多 可是他回去的时候良心不安 我为了顾全性命 跟蚂蚁一样 将来传下去 说是谁画的 某人画的 你有良心吗 你造假吗 你欺骗后人吗 完了 所以他半夜睡不着起来 凭想象 凭记忆 又把他画得很像很像一张 所以现在朱元璋的像有两张 这标准中国人 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了 你今天上了这堂课 你知道了 有画像 先画一张 有像 有不像 然后回家画一张 很像很像的 你就很安全嘛 你永远不知道 对方会怎么反应 你永远不知道 你不是他嘛 你看我们跟老板相处也是这样 你猜得很臭 他非常不高兴 我的心思你都全抓住了 那我怎么办 你猜不透 他很不相信 不高兴 跟我这么久了 连猜都不会猜 完蛋不完蛋 这一类事情太多了 道德在中华文化 永远排第一位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颠倒是非 一个人 你先看他 道德怎么样 你看现在啊 我们年轻的一代 真的很 我觉得很不幸 就是说 他们要选择对象 真的心惊胆挑 真的心惊胆挑 因为台湾的离婚率 实在太高了 太高了 他们怎么办 怎么选 都不对 其实碰到我经常 在埋怨他们父母 都不教我 叫我自己找 找到回来 都挨骂的 这是事实 其实各位 你要选择 你要选择 另外一半是很简单的 你拿一张白纸 你就开条件 你把自己条件先搞清楚 然后看到人 就把它对一对 差多少 差太多算了 好太多也算了 然后讲太好的人 你将来是 一个包袱 尤其现在很多男生 更了解的 凡是有桃花眼 凡是有两个酒窝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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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最新的教材 我再说一遍 目前都会给你 完全出意料之外的一种结果 天在给人家 这就是天在给人家 就是告诉各位 这三五年之内 会有很大的变动 你从现在开始要注意 要调整你的思维 要改变你的原则 你要找到你合适的标准 每一个人要很认真的 告诉自己 婚姻是大事 不可以儿戏 绝对不可以来电 因为来电的结果 不是电死自己 就是电死对方 有一个人要倒霉就对了 你干嘛来电干什么 你就规规矩矩啊 身高多少 什么多少 然后去对照 对照你总有三五个人 合适的吧 然后再跟他 做初步的交往 交往到差不多了 我建议各位 一定要到对方的家庭里面 去看一看 你要找女朋友 看他妈妈就好了 你知道不久 他是跟妈妈一样 你一进去 他就 差不多 你受得了 无所谓 受不了 赶快溜啊 三十六计 走位上车吧 你要选男朋友 一样 去看看他爸爸 连菜单都要批准 才能买 算了 我不干 这都非常 要用实证的方法 一步一步 一关一关去通过了 不要乱来 那就没事了 怎么不可以 要有一套方法 要有正规的方式 不要说 没有办法 什么没办法 没办法 害死自己而已 道德是什么 正合一生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宣扬 中华文化的和平精神 他告诉所有外国人 他接触过的人 中国人是最讲信用的 我不叫大家听到这句话 你有什么感想 中国人讲信用吗 很多外国人问我 中国人讲信用吗 我都答案很简单 你认为他有信用 他就不好意思 对你没有信用 你一旦认为他没有信用 他就干脆叫你知道 原来你是了解我的 我是最没有信用的 标准中国人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认为 这样那样 其实都不对 你很诚意跟他交往 他不太会骗你 你一开始就怀疑他 搞东搞西的时候 他不骗你骗谁 所以正合有一次 他跟外国人打交道 他说我全部给你买了 你算多少钱 那个外国人不卖给他 他觉得很奇怪 我一直给你买 他说不行 我这个是要供应 我的老客户的 你一次给我卖掉 我对不起他们 正合很感动 他说这个本来是我们中国人才有的 怎么你学掉了 我们都没有了 其实我在英国 我会常常感觉到 孔子应该出生在英国才对 他倒霉 出生在中国 英国人那是非常讲究这个 对人的礼节 非常讲究 你刚才约好时间 我告诉你 英国人会提前到 因为他们每次都很准时 我就问你怎么那么准时呢 他说我哪里有办法准时 我又不是神仙 现在交通那么乱 什么东西 你都不能控制准时 我说可是你每次都很准时 他说我都提前到 我说提前到 我怎么不知道 他说我提前到 不应该让你知道 我都躲起来 躲到时间到 我就出现了 这是了不起的修养 中国人没有 中国人找到就在敲门了 开开开 我想不到这么快就来了 结果你家还没有扫好 我身边问各位 客人来才扫地 对不对 当然对 你连客人来你都不扫地 那平常跟不扫 所以我们很多话 都是觉得很奇怪 搞错了 都在批评我们 说打肿脸充胖子 家里那么穷 有客人来 还要去东借米西借菜的 你做这个干什么呢 我不认为这样 他完全不了解中文智慧 我告诉你 一个穷的人 他最需要就是朋友来看他 如果穷到连朋友都不来 我看你没有什么希望 穷的时候 朋友来看你 你就是我很穷啊 就诉苦 他下次也不会来 如果你开口借钱 他下次跟不来 你一定要装罗 表示你的诚意 那他很感动 就想办法帮助你 这才是长寿 看得很远的人 中国人最不喜欢 沾人家的人情 最不喜欢 所以我如果说 你哪天到我家 我把我们家附近 最好的餐馆定位 请你 你不会来 你来了 你耽误那个人情 将来怎么办 无缘无故耽误人情 这样你才听懂 中国人说 来啊 你到我家 反正我吃西饭 你就跟着吃西饭嘛 我吃地瓜 你就跟着吃地瓜嘛 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来了 一来才知道 糟糕 鲍鱼也出来了 人生也出来了 什么都出来 已经跑不掉了 这才是高明 现在人很糟糕 他完全不了解 然后就乱批评 各位要小心 中国人不管哪一个朝代 他都把道德摆在地上 我们不要因此 而把自己搞坏了 我们不靠掠夺别人 来增加自己财富 我们也不发动侵略战争 我们都没有 中国人 你不打我 我绝对不打你 你打我 我没有饶过你的 我们始终是这个态度 大家可以好好去想一下 所以我们从小要告诉小孩 人不换我 我不换人 我不要主动去攻击任何人 我不要 我才去被动 易经说 不可以把他当敌人 只能把你自己当作防御敌人 我们用来防御敌人可以 攻击别人是不对的 我小时候住在新营 新营有一个人是 台湾 那个柔道冠军 就住在我家后面 有一次啊 被打得到处都是伤 我就很好奇 我说台湾还有人比你更厉害的 他说没有 我说当然没有 你是冠军 那谁把你打成这样子 他说你猜猜看 谁 我那时候很小 我说我怎么猜得到 他讲一句话 温暴啦 上 上 对不对 我还是呆呆的 老师 我小孩子 这时候是很 很纯的 什么都市面 我很少去了解些 我说你太太比你还厉害 他说你傻瓜 他如果厉害 我们两个还有得打呢 他就一点本事都没有 我不敢出手 一出手他就死啊 乖乖被他打 其实很多事情 你真的要拐个弯去了解 你才会有深度 中国是非常有深度的民族 我们自古以来 我们都是说 你打我 我一定回首 我不会不回首 但是你不打我 我不会主动出击你 我不会 我们是以手 而不以攻 同时我们对临近的国家 其实我们都很爱抚他们 但是这一点 外国人是一百个不相信 外国人到现在 始终认为 大陆起来 会变成第二个美国 他们最怕的是这一点 所以你看附近几个邻国 现在开始对中国很提防 就是因为你起来 第二个美国 我们应付一个美国 就已经不得了了 还应付你第二个美国 美国就是掠夺型的文化 我抢你的资源 我抢你的人才 你不听我就打你 但现在好像也不行了 好像也不行了 因为信用已经破产了 对不对 你看现在他敢不敢 发动暗杀 去把金正英干掉 敢不敢 好像不太敢了 对不对 你看以前他暗杀好多人 你不听我杀了 你不听我杀了 凡是任何一个国家 发生重大的命案 而最后破不了的 美国人干了 你从种种的现象 大家应该了解到说 我们这次复兴中华文化 不是完全为我们 真的不是完全为我们 真的是为救人类 因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 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没有办法 我跟美国朋友交换过很久的意见 我说奥巴马很有干净 很有理想 很想做事 为什么做不了 为什么做不了 他的答案各位可以做参考 他说因为制度太严密了 你人的意见 没有办法去改变制度 你看那些经费都是 学乏拿走 别人拿不到 而且美国人很妙 你教授向学校要求加薪 他的答案是什么 你想象不到的 教授向学校要求 我有能力做好的研究 加薪 你想象不到学校怎么回答 他说你到外面去求职 如果他们同意给你多薪水 你再回来告诉我 我就比照他给你 你能想象这样吗 有材料你去找他 他如果给你花钱 我就比照给你花 那这算什么呢 所以美国人也可以跟老板讲 老板我要请假 你要请人在干什么 我要去找工作 如果找到了 待遇比你最好 我就过去 如果比这个差 我还会回来 你看有这种人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的民族 他有话只说 差都在破 破到很多 点出破的 中国人要离开一个职位 一定讲 我实在不愿意离开 老板对我这么好 同事这么好 我在学到很多东西 老板说 那你为什么离开呢 没有办法 我妈妈叫我回去 所以我只好回去 结果呢 到隔壁公司去上班 我一再跟各位讲 没有好坏 没有对错 就是你在什么民族 你在什么社会 你用合理的方式去表达 就对了 有违犯于中国者 不可不讨 不违中国犯者 不可信兵 这都是我们历代的皇帝 所下的命令 明称主对海外诸国 都采取一种怀柔政策 其实后来清朝 也学了很多明朝的东西 你看 如果他刺激的时候 是极端的痛恨汉主 所以在皇太极的时候 满汉处不好 可是到了康熙 他就知道 你这样处下去是不行的 一定要改变 开始要利用汉人 那利用汉人 他用很多的方法 来笼络汉人的心 像这些啊 我们都应该吸收 他后面的那些道理 拿着现在我们调整的这个准则 这样的话 我们补充上一次讲的 中华文化 如果是空无所有的话 未免太凄惨了 我们换一个字 叫做空无多有 因为空无所以才多有 我们是什么都有 我说清楚一点 任何一个民族有的 我们都有 我们没有一样没有 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不同的位阶 放在不同的格子 所以大家读大学 读那个格物啊 你要很小心 格物是什么 就是把你的脑袋挂 画成很多格子 跟仓库一样 把这种观念 放在这个格子 把那个窗内挂这个格子 每一个格子 有不同的观念 我们可以包容一切 但是我要讲一句 对于我们女性同胞 比较不敬的话 男人天生 他的脑子里面 是有格子的 女人她没有格子 她是通倉 达通的 所以女人讲话 比较没有条理 我们要认定 这是老天的安排 所以 男同志要受这个训练 当女性同胞讲话的时候 你就把他当唱歌一样的 你去听出他的道理来 你就是有修养的人 对不对 因为他很容易 一句话就否定你 你说的头头是道 他一句话 你都行什么 没用了 就一句话 你讲什么他不管 你都行什么 我不会嫌 你就完了 男人 方向感比较好 女人直觉比较好 凡是没有带地图 又找不到路 问也问不清楚 问太太 他讲的都对 你把这些都搞清楚以后 你就知道怎么去安排你自己的生活 这是我们老祖先给我们最好的保库 郑和的使团执行的成效是非常的卓注 郑和在外面 郑和在外面交了很多朋友 就使很多人打他的小报告 回去报告皇帝 郑和是利用公家的钱来建立他私人的交情 他在每个地方都有他的党派 你小心他们一团执行这个力量 主要推翻你明朝 那你也没办法 当然后来 你也没有人家的公家的朋友 你也没办法 你看他把海盗投掷 成主义那件事情 你就知道了 成主义是一个非常狡猾 非常机灵的海盗领袖 所以他能够长期活药在海上 有他的一套 他看到郑和那个船队之大 他是叹为官职 但是他还是不服气 一直想尽办法 煽动所有人要来跟郑和对抗 最后郑和是想尽办法 用计把他抓到 各位 如果你是郑和 你抓到这么重要的海盗 领袖 陈主义 你怎么处理 请问你怎么处理 第一案 就地政法 第二案 解放明朝 第三案 拷打成招 第四案 收他来 做你的班底 你走哪条路 第一个 绝对不能就地政法 绝对不可以 因为那你就是皇帝 你就告诉明朝皇帝 我是皇帝 所以很多事情你可以做 很多事情你全都不能做 曾国藩也是碰到这样的人 他去打太平军 一个太平军很重要的干部 被他抓到了 怎么办 怎么办 送给清朝皇帝 清朝皇帝就借这个口 把曾国藩干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上去 他会讲一大堆 曾国藩的军队 实在太残忍了 到哪里 杀到哪里 抢到哪里 他会逼我们这样来 不然像清朝这么好 我们都找郭顺 你怎么办 我你怎么办 那皇帝几次都想找机会 把曾国藩干掉 正好有个人做人证 跟你把他杀掉 你就告诉清朝皇帝 我就是皇帝 男啊 做任何事情 我建议各位脑海里面有两个字 你会比较安全 叫做两男 这样不对 这样也不对 没这些人对 你就比较安全 郑和 他不敢把 臣主义干掉 因为他要让皇帝知道 我是听你的命令 你要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他把 臣主义 绑了 到庭上去 也是冒很大的响 因为臣主义会讲 我们本来都是 安分的老百姓 就是因为郑和进来 到处 墙啊 躲啊 弄得民心不安 我们才会组织起来 他们在推我 我今天看到 皇帝 这么好 我才知道都市堂乱讲 你也糟糕啊 他还冒很大险 但是两个权衡之下 他是规规矩矩的 把臣主义 接上到 清廷朝廷上面 让民生主 直接去判断他 这样一来啊 就使得臣主 更加坚定的支持 其实我跟你讲 很难说的 我觉得你讲一句话 各位做参考 当一个中国人 想支持你的时候 他可以找一百个理由来支持你 当他想干掉你的时候 他随时可以找一百个理由 帮你搞定 你要注意这一点 尤其是 跟越大的人交往 你越要小心 跟老虎 睡在旁边是一样的道理 他随时咬你 所以 大家一定要 找时间去读《易经》 《易经》里面有一个叫做铝挂 就告诉你 人生 就是时时刻刻 走在老虎尾巴的后面 这很生动的 你每走一步就知道 前面是老虎尾巴 只要我踩他 他翻过头就把我踩死掉了 只要我踩到他尾巴 我就没命了 但是你要做到 踩老虎的尾巴 你还很愉快 还很自在 这就不简单 这就要道德方面的修养 第二个 才谈到他的航海的成就 他的航海 是经过很充分的准备 你看好几个地方都有大船厂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高雄 其实也是造船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地 你看中船就在中刚的旁边 我们就知道 因为中刚做好的杆板 就这样丢过去 他就坐船了 其实高雄人应该了解这些缘故 你看中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也是当时敢讲 现在不敢讲 我只用台北工专的毕业生 我绝对不用高雄工专的毕业生 他敢讲这个 现在敢讲吗 现在不敢讲 当时中刚有一个条款 叫做公司占成第36条 凡是以本公司不合的 通通可以不具任何理由 把它开个掉 现在谁敢 没有人敢 我讲这些话就是说 我们不是越来越进步 相反是越来越退步 搞得自己动弹不得 无法可走 这就是什么 我常讲的一句话 言论自由 社会就没有公益 言论一自由 社会就没有公益 因为每个人都讲他的一套 谁不知道谁对谁错 你看我们现在你看 一开电视 他讲他的 他讲的 讲得完全不一样 说你怎么办 连天气播报都不一样 那不糟糕了吗 那真糟糕了 那两台讲的不一样 你叫我听嘴的 言论不可以不自由 但是言论自由 后患无穷 所以加上两个合理 把它加起来 叫我们只能享受合理的自由 这样就对了 这是从现在开始 你要开始告诉你小孩 任何事情加上两个字 合理 就是道德的要求 一些航海图现 星象图 都是由意大利山人 辗转带回威尼斯 对欧洲人的航海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各位那时候也没有 仪器来测这个函数 这个船到底多数 生活有什么办法 它很简单 它都用土方法 就是叫人用一个木板 在船头掉下去 它一直跑 跑到船尾 然后看时间 大概几秒钟 就流到哪里 就换出它的速度来 完全是用土方法 然后看天心 就知道方向 都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来测方向 测函数 然后预测天气的变化 事先做好准备 因为海上的变化 是比路上更加快速 而且更加可怕 它带那么大的船队 那个责任是非常重大 非常艰巨 所以它沿途 画了很多的图 都非常珍贵 但是外国的商人 拿回去用 中国是把它统统废掉 因此这一点 大家非常遗憾 说政府为什么有后继者 我倒认为不需要这样 因为易经告诉我们 乌籍必反 一个人不要把事情 做得太过淋漓尽致 你到了登峰到极 你知道这个行业 快要消失掉了 这是易经告诉我们 你看将来我们讲 堪熙的时候会告诉他 堪熙做到中华第一地的时候 就没有皇帝了 中国就没有皇帝了 就没有了 我们这次选了几个人 其实都很有意思 江太公登峰造极以后就没有了 以后每一个人都赶不上江太公 张良不如江太公 诸葛亮不如江太公 还有谁 国基 跟不上 你慢慢从这里了解 一个人不要搞到极致 你后面就没有了 正合就是把航海事业搞到极致 后面就没有了 那你何必呢 你留点给后人做不是更好吧 这次给各位做参考 中国人不太主张说 随时在我身上把它做完 他不主张这样 正合一下子搞到 谁想起航海都非常害怕 所以赶快把文件通通烧掉 从此谁也不敢提航海 这两个字 糟糕了 这是他唯一没有想到的地方 其实他好好的 很多事情适可而止 也不要给外国人那么多好处 没有必要 平等互惠 就可以长长久久 你现在搞得他们胃口很大以后 你糟糕了 很糟糕了 然后谁想到就怕 尤其管财政的人 从此不敢提就没有了 没有后面了 千万记住 易经的道理是横骨不变的 无极必反 明天话怎么讲 不要太沉 沉了太过头 大家都要挨 你沉得太沉吗 沉得太沉不沉 就经常我们讲的话 到差不多就好了 做任何事情 做到差不多就好了 考试考到差不多 就不要再答了 再答你变成全班第一名 你就惨了 以后找不到工作了 我都是现实的 你看你在公司表现很好 老板就告诉你 你表现很好 你没有同学 找几个来啊 你很高兴对不对 回去的话 同学路一翻 读少最好的 后来想我那么傻瓜 找最好的 最好通通化掉 找最坏的来 一定找最坏的人 所以凡是同样东西 成绩不好的 你都很放心 把他介绍到公司来 凡是成绩比你好的 死了啦 那个人死了啦 好久没有联系了 至少麻烦嘛 我这绝不是消极 绝不是消极 两句话 各位一定要记住 做任何事情 替别人留情面 替自己留后部 跟你在一起的人 你要顾他的情面 才会长久 做任何事情 考虑自己的余地 要滞留一点余地 不要搞得逼死自己 没有退路 那人家笑你了 你这算什么呢 你连这个都不会算吗 你看惹祸 本来是好事变惹祸 所以从此大家都不敢提 因此现在很多人就说 这是遗憾 这是中华民族不信 我不认为这样 我希望各位了解 老天他的安排是比人更妙的 我常常问很多人 各位也可以这样去问你的家人 问你的朋友 你问他 你厉害还是老天厉害 你就问这句话 那他一定说老天厉害 我说老天厉害 那你不听他的 你老要听你自己的 你不是找麻烦吗 找点点 两三句话就解决了 你没有自己的意见 老天就会给你出主意 你有自己的意见 老天就让你自己自生自灭 什么叫老天 就是你的良心 不是别的 所以一切 听自己的良心 你会自由自在 老天自己脑筋的计划 你会很糟糕 所以美男话有一句话 各位真的意会错了 别太脑筋 就叫你不要脑洞脑筋 你用脑洞脑筋干什么 别太脑筋 不要去伤你的脑筋 你凭良心去做就好 你伤脑筋干什么 你看你脑筋所想的 经常跟你良心不一致 不一致 大家慢慢去体会这一点 到底是贫良心比较好 还是用脚筋脑筋去想比较好 我不知道 像正和 他完全是贫良心 他没有动脑筋 他从来没有想过 我下狼羊会有得到什么好处 他从来没有 这是我保证的 因为我研究他研究很久 我发现怎么有这样的人 你看国子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怎么样 江太公从来不想自己是怎么样 他都是想为天下苍生着想 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怎么样 听起来好像唱高调 好像哪有这种人 实际上你各位可以稍微试一下看看 稍微试一下看看 人一动脑筋一定想到自己 不可能不想到自己 你就糟糕了 你就违反天理了 当然人不动脑筋的时候 你的良心就会出现 他就会跟你指导 你现在要怎么走比较好 所以中国人常常告诉你 贫良心贫良心是有道理 不要伤脑筋 我们现在喜欢伤脑筋 不喜欢贫良心 这是很大的错误 郑和他如果认为他这样吃亏 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 他就很计较 他说要东要西 那我顺便问各位 向皇帝要东要西是对还是错 答案还是很难讲 你看萧和就好了 萧和一看 这个刘邦也是很可怕的人 应该杀韩信 没有韩信 刘邦有今天吗 杀 那我萧和也会被杀呢 但是萧和最后没有被杀 就是他贫良心 贫良心什么 他就跟 汉高祖提出要求 我想买一些土地 你恩准吧 刘邦问他 你还要土地干什么 你一定是我的宰相 你还要买土地干什么 他说我为我的子孙想 他们将来生活会很辛苦 所以我现在要留一点田长给他们 那就再告诉他 我不会犯便 我是做你的乘坐到死的 就这样都对 刘邦就很开心 好了好了去买了 就不杀他了 你要注意 不能明讲 萧和如果去跟刘邦讲 你杀韩信让我坐立不安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我要买土地 表明我的心态 我是不叛变的 你一定有这个计划 不然会讲这种话 先杀再说 你要知道读历史 要读这些东西 你看你当这个皇帝的左右手 经常被杀的 哪个不被杀 连根瑶 我问你没有连根瑶 雍正能当皇帝吗 杀 文总 勾箭 杀 郭基 郭基怎么跑的 就是因为 马皇后救他 马皇后叫人送一个礼物给他 一个桃子 上面加一个枣汁 各位 你如果收到皇后给你的礼品 只有一个桃子 上面加个枣汁 你会怎么想 枣桃啊 又不桃会死啊 桃有什么用 桃也桃不了 所以任何事情 千万记住 有一笔有一笔 你要很接近这个权力中心 你就高度危险 随时会伤命的 但是很多 没有被杀 很多工程没有被杀 你看换泥 跑得快 我到前问你 换泥为什么会跑 为什么会跑 这一段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教那个勾建 你要得到夫差的信任 只有一个办法 你是做不到的 他哪里做不到 你说过就做不到 他说你要尝他的大便 那怎么行 那谁跟你 你就要不尝他的大便 他绝对不相信你 你尝他的大便 他就相信你 就勾建想想 哦 出这包呢 之后他就尝他的大便 夫才感动都不得了 你看我的儿女都不会尝我的大便 他尝我的大便 他对我太好了 完了 但是范里很聪明 他知道现在勾建 很感谢他 有一天会很恨他 都是你 叫我尝大便 别人都不会出这种受主欲 就你 杀又杀了 替人家出主欲的人 最后经常是跑不掉的 因为他还看到 你去想那件事情 他就恨嘛 什么办法不想 想这种办法 好办法最后变成最坏的办法 他会变嘛 他人群会变 你怎么办 所以一切一切 还是我那句话 要替自己留余地 不要什么计策 全部都出来 不要 你看现在很多人 好不容易跟到个好老板 我日夜为他想 将来你是他的眼中钉 他认为别人都可以跳槽 就是你不能跳槽 你跳槽会干掉你 因为你太厉害了 法不可以使尽 脑筋不能散透 所以反正说 酸头脑筋就是不要想 不要想 叫你不要想 不要再去想 你想了害自己 那大家听到 会不会觉得 哎呀 中文真可怕 会不会 其实刚才讲说 全世界最后做生意的 是犹太人 这段是不对的 我在纽约就跟一个犹太商人 一起吃饭嘛 那一段最话最有意思 我就说啦 我说你们犹太人 是全世界公认 最会做生意的人 他连说两遍 就是这句话 把我们害死了 你知道吗 全世界人一看到 犹太人觉得 你会做生意 我提高解决 我一毛钱都赚不到 只有你们中文 装糊涂 后面比你挖一大堆 你还假装没有看到 对不对 中文后面挖一大坑 要不再说是一个 装后的 我知道 最厉害 我告诉你 犹太人什么人都怕 就怕中国人 你看犹太人当年 被基特勒追杀的时候 他是全世界跑 只有跑到中国 他不认为他是犹太人 他认为他是中国人 犹太人跑到任何地方 都说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跑到中国 两个地方最多 一个荷兰的开封 一个上海 一进来就说 我是犹太人 然后这样第一个 打开中国跟外面的 搬交的交友 也是犹太人 叫哈统 他很会打乒乓 那时候中国大陆 要派选手出去 去就交代他 你去参加比赛可以 不可以跟外国人交谈 否则回来中法 那个人有一次看到一个美国的选手 就跟他笑了一下 马上被快手拍下来登山报 中国选手 他接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每天要吃安民药才能睡觉了 他在很多大人物最后都是每天靠安民药才能睡觉 所以他就说 我吃了安民药以后我讲话都不算了 你不要说我吃了安民药讲的话 你算是我讲的找你麻烦 所以他在没有吃安民药以前 他去不准不同意 后来一选一不对 这好机会怎么不同意 就说赶快通知国务院 我们同意 但讲这话他已经吃了安民药 所以没有人敢传了 没有人敢传了 最后他直接打电话 说我现在吃了安民药 但是我讲话算数 就这次算数 通就通起来 就是因为有中美的乒乓球才打开中国对外的交往 就造成改革台湾 改革台湾是谁喊出来的 邓小平 你看邓小平在北京没有讲一句话 他一直跑到深圳 然后才可是讲 这都他懂意经 因为他知道他在北京讲 说不定大家反对他就完了 所以中国人要讲话给北方听的 一定要到南方来讲 声音很大 就是讲给他听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反正两个人在一起 他讲话特别大 不是讲给你听的 讲给那些人听的 他跟你讲话小声一点就好了 讲那么大声 大声些声 不是说你听 说好他听 不知道就要大声 但是你看邓小平死后 他不敢埋葬在什么地方 他不敢 因为他不知道改革台湾后面会造成什么样 他不知道 你要把这历史通通研究好了 你知道你该何去何从 一切标准只有两个字 合理 只有合理 合理的时机 合理的方式 合理的表达你的欲望 差一点后果都是后患无穷 那至于说中国人好不好 我年轻的感受跟现在不一样 我现在是感觉到我真幸运 尤其是中国人能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 是千载难逢 你真的可以很深刻的了解到人生的一切 你真的 以前没有 以前都是很片段 非常片段 老祖宗的智慧足以应付一切 而没有后遗症 但是现在呢 现在我们真的很技穷 好像什么办法都拿不出来 所以我很诚恳的向各位说明 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很洋派的 我非常讨厌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算什么 这落伍 我是39岁那一年在屏东 我才发现 我好像不太对 我怎么看中文都看不惯 那我算什么呢 我才开始读一经 我读得非常晚 我39岁才读一经 读了一经以后 我整个观念改变 是我错 不是人家错 人家都没有错 一个人只有发现 你自己错的时候 你才会改变一切 你始终认为 都是别人错 我没有错 你永远是愚昧的 最后我们谈到 郑和最大的贡献 是在宗教方面 他在东南亚 在南亚 他是主要靠 明成主的权力的支持 但是他的宗教信仰 是争取跟当地的人 拉好交情 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 其实你到非洲 你还可以听到这样的传说 说来了一个很大的船队 不晓从哪里来 所有人轻易色的穿白色的衣服 你还可以听到这样的传说 甚至把他叫做白鬼 又搞不清楚 这叫白鬼 可是呢 他在当地都会留下 很深刻的影响 就是什么 让大家知道 有中华帝国 但是中华帝国 跟一般帝国不一样 他是唯一的 讲究和平的帝国 那因为康熙把皇帝做得太神了 所以中山先生应运起来 一声令下 就把皇帝整个废掉了 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康熙做得太好 所以中国不可能再有皇帝 这话要从秦始皇做起 秦始皇一起来认为 他比三皇五帝都厉害 所以叫皇也不行 叫帝也不行 叫皇帝还不行 叫死皇帝 就死掉了 他讲你真的读完《易经》 你回头再看这个 你会觉得 天意啊 真是天意 谁都没有办法挽回 郑和是回教徒 但是对其他的宗教很包容 尊重而不排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 32岁的时候 郑和捐印佛经 说他受购菩萨界 法名叫做福善 然后他又自己称他是大明国奉佛信官 内奸太监正和 法名叫做福吉祥 同时他又很信奉天妃 天妃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麻嘴 其实中国人对这些神啊 他是每次会提高他的关节 一直把他生上去 现在已经叫做 第一圣母 天上圣母 然后称他为 马祖 良良 他生格 一直生格 大家只要看到 有海的地方 他就一定是 信奉马祖 尤其你到澎湖到金门去看 到处都是马祖苗 台湾 最受欢迎的两尊神 其实应该讲三尊 一尊是观公 一尊是观世音菩萨 一尊就是 马祖 但是大家要了解 神佛远比我们所认识的 多太多了 他们只是几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已 非常非常之多 因为历代 过往的人 留下来的 那些神佛 是算不清 那我顺便讲一下 你有你的守护神 是谁 我今天才第一次讲 你的守护神 就是你自己的良心 我们常常以为 守护神是外来的 其实不是 你良心多正 你只有多强的守护神 做一个人 第一要紧的 跟你自己的守护神处好 不要泪乱 你违背你的良心 你的守护神就不灵光 就不灵光 所以坐飞机 如果碰到乱流 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跟我守护神 我跟我守护神 坐得不错 就算有什么灾难 也轮到我 你就没事了 你就抓 死啊 忏啊 这道没命啊 那老天就说 好啦 照你说的啦 就走了 我倒是劝各位 你第一顺位 应该是平良心 这是最可靠的 第二顺位 做善事 但是做善事 要做真的善事 不要做假的善事 易经告诉我们 你穷人去拜拜 比较有效 你又有钱去拜拜 又没有效 你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各位什么道理 非常简单 你穷人 你去拜拜 你敢不敢跟菩萨讲 菩萨 我买什么东西来供供你 你敢讲吗 你敢讲吗 菩萨 我今天一大早上街 买最好的念慕来供供你 菩萨 你不讲他 不会看念慕啊 你讲他看念慕 一共就那么几个 要求一大堆 算了 不理你 对不对 穷人就不敢讲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我非常感谢 就好了 赶快溜 富有人就不一样了 菩萨 你们看到 全株全阳 所以我这么拍头 你吃过这么荣盛的没有 神就说 我不吃 你送回去 什么都没有 其实他讲得非常 人是诚意最要紧 而不在乎你多大的供奉 完全不在乎 你做善事不求报 有功德 做善事就求报 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 这些都是达摩教我们的 达摩第一个就拜访梁武帝 梁武帝跟他讲 我培养多少僧能 我盖多少庙 连我自己都想出家 我功德很有 达摩单头半后 你好无功德 凡是纯心求灰报的 都没有功德 小心 我无私的奉献 所以这是我们对 郑和的一个结论 郑和 他一生其事三句话 他自己悟出来 第一句话 公道自在人性 各位对这句话 一定要好好去发挥 我委屈 我什么委屈呢 迟早大家都知道了 什么委屈 我会不会急一时呢 以及现在就是 真相大白 你过三年 过十年 真相大白不是一样 一样 我不急 第二个 后来他讲的一句话 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他说我郑和 躺着比你们站着还高 这句话就是他敢讲 他说你看我很凄惨 很卑微 我没有什么身份 我连男人都做不成 没有关系 我有一天 我躺着 比你们站着还要高 他真做到了 他真做到了 他是最没有条件的人 他做到了 他就是受第三句话的影响 做人要无私的奉献 这才真正是尽责任 否则什么叫尽责任 否则是交换条件嘛 什么真 什么叫做奉献 你什么奉献 no money no work 那你什么用 那完全没有用嘛 我没有 我该做了 我做了 不计成败 过程怎么样 我都逆来顺受 各位 逆来顺受 是你的福报 是你的福报 样样都顺 你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那就好了吗 所以 正和已经离开我们 六百年 但是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因为 他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 把可能 变成可行 又把可行的东西 发挥到 尽致 我们告诉他 当初你小子的就好了 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怪他 因为一个从最低位的人 跑到最上面的时候 他很难接受自己 很难接受自己 这也是天意 也是他得到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我相信现在 正和又投胎来的时候 他不会那样子 他会做一个很安分的渔民 了不起去钓一台抗疫下 就回来了 这很有意思 你把人生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古人跟我们同在 我们不逼自己辛苦 每样去试 我们从他那里 得到很宝贵的经验 放在哪里 放在脑海里面 必要的时候 你就把哪一个相对似的拿出来 你去因应所有的变化 你就幸安你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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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